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据说,今儿个孢子狄都气疯了 跳着脚在办公室骂人的 把所有能看见的人,包括地上爬的蟑螂 下水道的中南海,下水道的老鼠 都被骂了一个遍 所有人都下着狗哥课程 特别紧张,气氛特别紧张 为毛链,是因为美国刚刚出台了一个 特别让孢子上老心的一个事 坏了孢子的大战略 制裁7个中国计算机实体公司 黑名单,以后你这些公司 你买不到美国的任何的技术 任何的产品,尤其是芯片 说白了还是芯片,主要是芯片 你根本买不到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东西 包括你钱 即便你有美元 你也进不了美国 他把你的所有的公司都捏入黑名单了 全世界就绝杀 这个时候为什么包子力那么烦 那么气,那么跳脚 就是跳脚了以后 包子力这个人精神头挺好的 天天吃伟哥 天天擦什么银豆神油 搞这些东西撞羊药 吃多了又喝毛太酒 喝毛太酒 就把他的3000个瓶飞拿来一个一个的享受 然后享受完了以后 这个腰劲还没过去呢 就骂人你知道吗 骂的特别难听 说要砍掉一批人的人头 说要跟美国的伪总统决一死战 他妈的有把柄在我手上 你还敢这样搞 挺有意思的 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呢 就半真半假的 消息是真的 这个共产党的媒体的报道了 七家中国计算机实体公司被美国制裁 是哪七家公司 我们先一个一个念一遍 念一遍 天津飞腾信息基础有限公司 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成都生为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 七家妥妥贴贴的 都是有名有姓的 一点都不忽悠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分析分析 这个事情很有来头 我们先分析中国 然后再分析美国 然后你听听 你是不是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然后你是不是觉得 一个你恨恨恨恨恨恨恨的 这么一个人 跟我一样的 是不是喜大仆奔 很有意思 包子就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为什么中途停止的 威吻姑娘的工作 要跳起来骂人呢 所以包子爹 他指点了一个庞大的战女 这个战女有一个名字 非常的动听 也非常的接地气 就跟那个 撸起袖子加油干 是一个意思 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 是个多粗鄙的话 是吧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你说这么没文化的话 多丢人呢 但是他觉得好啊 他觉得接地气啊 是不是 他就喜欢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啊 当时说这个 撸起袖子加油干 出说出来以后 然后他抱着上面 连篇有通蓝标题嘛 然后重庆师 是什么重庆师范大学 有一个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 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这个我们的汉语啊 是个几千年文明的 这个一个古典的 优美的不能再优美的汉语啊 什么冲和锦民 什么窈条手语 君子好球 多美啊 你说是不是 搞得中国搞得现在 习包子时代 居然是露起袖子加油干 他都居然成为这个书面语言 这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极大的侮辱 结果这个老哥们说了这段话 完了就被双开了 开除公职 是吧 取消一切一切的这个待遇 还开除他好像是个党员 还开除党籍 哎呦 反正挺惨的 也不知道现在干嘛 现在反正没饭吃了 估计去去去去去去去 找他的学生去去去去去化缘去了啊 反正很有意思 但这回这个 他的一个巨大的战略是什么呢 就跟这个努起袖子加油干 是一个意思 你一听你就懂 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略 这个话 习近平同志 关于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最高的决议 啊 然后完了以后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现在就研制了一批的这个导弹 啊 他专门就干一件事 啊 利用美国人的高科技 利用美国人的芯片 利用美国人的技术 然后研发了一批的导弹 就是打两个东西 不是就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啊 我什么都不干 我也不用保护 你你美国的所有的导弹 你都可以打到我中国 你可以把我的北京毁了 你可以把我中国人全杀光 没关系 我只要放出那么一百颗导弹 啊 其中有几颗打成你的航空母舰 我就赢了 还打什么呢 还打一个台湾呢 台湾现在不是在美国的军 军事的装备很好吗 有一些超音速的 最厉害的导弹可以攻击到你中国的北京 攻击到你的什么终点的部门 他们说台湾其实有个计划了 就是对中国沿海的所有的核电站 还有包括什么三峡的地方都锁定的 那个台湾的导弹技术 他可假装要比这个谁 比这个中国的要水平高多了啊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导弹 他就有一点比台湾牛 就是他可能有核弹头,这是有的,台湾他是没有的 但是问题是你核弹头搞了以后,你自己也不也完了吗 人家美国人有核弹头啊,那不怕呀,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习近平同志,不过话也这么简单 我是写过文件的,这个文件的标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略 这么一个很长的标题,估计一百多字 谢谢,谢谢,很有意思的 就简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略 就是我他妈的只要轰掉你一艘航空母舰 我只要你把他,我只要把你台湾的所谓那些 打我的那个啊,极牛的导弹给轰掉 那我不就赢了吗是不是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些所有中国人制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七个单位啊,制造的这些个导弹 这是一个专门攻击美国航空母舰 攻击台湾的这个导弹的这些个美国的光 中国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些导弹战 战略导弹,他都依然于美国的技术设计 整个设计方案,还有这个整个芯片啊 你知道今天美国的战略就是这样子的 他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一套设计方案和这个 芯片的这个流程,还有其他都交给台湾的台积电 公司,让他来生产 完了台湾的台积电呢,有的时候就是见尼忘义啊 然后就去卖给中国,现在不让卖了啊 制裁了以后呢,你可以继续生产 但是你不能卖给这中国的任何一家军方的 公司,任何家公司不能卖啊,卖了以后 你他一定你给我关买给我滚粗,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说你听完,听懂我的意思的吗 你说包子他急了,他当然急了,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间 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句话,那是农村的谚语啊 那是接地起来跟Lucci修子加油干是一个意思 是不是,就是我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啊 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啊,我不怕啊 是不是啊,我打不了跟你跟你拼死一搏啊 所以前几天不是做了一期节目吗 说这个中南海开着这个烧柴月的猫日烟的航空母舰 要去打关岛去了啊 完了以后在日本周围游异啊,搞得还挺挺挺挺 然后日本人笑了啊,他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惹我,惹我的我跟你同归于尽 但是你今天中国的这个水平,你想跟美国人同归于尽 他没那么简单,人家可以卡你的脖子 人家可以通过制裁的方式迅速把你把你这些 所谓的计算机的什么什么叫什么,超级计算 话还说的挺好,叫超级计算中心好多了 是不是,所以他们说 专家分析啊,就是这个东西啊 立即这个什么有效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些 这些个计算中心的这些所有的设计啊 所有的电脑啊,所有的包括美国的 包括中国的所有的导弹上的那个电脑啊 什么的,也是个导弹这个东西啊 这个什么现代性的武器吧 基本上啊,包括坦克这种东西 传统的武器都装上了这个芯片 啊,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是在韩国的韩联社啊,上传的一个新闻 我是看了半天,我都没看明白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韩国人做芯片还可以的吧 三星也有芯片公司的 但是韩联社报道了一个消息 说韩国的这个两大汽车品牌 一个是现代最大的汽车品牌 还有一个是双农三勇汽车品牌 都停产了,为什么呢 没有汽车芯片 没有汽车芯片就只能停产 因为他们的汽车芯片是从泰积电买的 泰积电虽然这个也提高了生产率 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全世界都缺芯片 所以他只好停产 所以我当时就脑袋就蒙圈了 韩国不是有自己的一个芯片制造中心吗 为什么要依赖泰积电呢 为什么要导致汽车公司要停产呢 我就不懂 回头我请教专家啊 请教文锐同学去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中国的军的现代武器啊 任何一个武器我跟你说 都是靠芯片的 没有芯片的就立马就变成脑瘫 我看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从中国过去的一个学者 草先生啊就说了 立马变脑瘫 真的只要一启动 你的系统也不能也没用了 你的这个因为他要更新嘛 你一旦停止你就无法更新 你马上你就脑瘫 所以最后包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略 轻壳之间就被瓦解了 所以他他能无弃吗 他连姑娘都不想睡的 你毛太酒都不想喝了 他就这么一招是吧 全世界人民都怕他 因为今天全世界那些国家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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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政客他怕死啊 你想想他们多怕死啊 他为了延缓自己的这个生命 他宁愿去去去去去去打这个什么肾上腺素啊 去伤害未成年人啊 然后要搞这些 为什么他怕死啊 怕摔老怕死啊 你那摔老的都怕难道不怕死吗 是不是 所以所以全世界的人就是就受制于这个包子弟的这个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略 这是他构建人命共同体的一个最杀手箭的 结果一夜之间就失效了 我切磋了 这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那我们说中国再说美国 那美国有问题 美国人很多人说那那伪总统那不是有把柄在这个包子弟手上吗 他怎么敢出台这样的策略呢 怎么敢对包子弟这么不客气呢 怎么不想侵蚀一些包子弟 我们都说伪总统是什么 不是叫不是叫拜总统啊 是叫拜书记啊 什么叫拜书记啊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华盛顿第一次特区的这个什么支部书记啊 就拜书记啊是不是 他怎么敢得罪包子弟的男的不想混了吗 男的不怕包子弟把他家里的手是个捅出来吗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我马上就找了资料看了啊 就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啊 这些民间的分析专家就说了 这个东西啊表面看起来的确是美国的商务部啊 发布了公告 宣称对中国的七家中国电计算机实习 公司进行一个黑名单的一个管制 然后全球禁运啊 这的确有这个东西是美国的商务部 既然是美国的商务部那肯定听委总统听拜登的 那毫无疑问的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这些这些 所以一切的活动尤其是与这个军方有关的活动 都是听军方的 因为这个事情的最终的本质是美国的军方的一次行动 因为我刚才说了啊 从头到尾再说是中国的研制出的一种超级导弹 他要打美国航空母舰 然后对美国的全球游业的那些航空母舰 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 就这么说的啊 就这么说的 所以必须要把它干掉 怎么干掉呢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继续更新系统 不让他继续芯片 你你你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这个大家都懂这个道理了 就像就像我手上有一个啊 iPhone4是吧 有个iPhone4 iPhone4我我第一次拿到iPhone4 到现在已经有10好几年了 14年了真的14年的 但是我的iPhone4还可以正常的开机 正常的关机 但是基本上就就就就就就只能是发发短信 然后打打电话 这是可以的 而且而且信号也不大好 其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下载都搞不定了 都不行了 所以你你现在用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麻烦 根本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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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做任何的数字的那个那个那个好玩的东西没有了哈 那你自己就说 如果你有一个过去你从美国买了个芯片 你不能更新 你的系统也无法对接 那你基本上就弄着耳朵是个摆设吧 然后你的导弹一导弹一飞上去那不就马上就就就就就自己的这个中大海子一放上去 你马就就就就就掉下来就把自己的包子迪的这个办公室给炸了嘛 他就这个道理吧 说他不可能在我在我外面的飞了嘛 所以你马就断了包子迪的这个后路了啊 然后就弄弄垮了包子迪的杀手剑了 所以你你听这些话 你前前后后你就听得很清楚的 这是妥妥贴贴的啊 如假包换的美国的军方的一个行动 跟白总统跟白书记没有谋关系知道吧 白书记必须听这个东西啊 啊这个时候我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美国啊表面看起来啊 有有有三种力量 那么一个是这个白书记的力量 啊他是假不假式的伪总统吧 第二个是南方白宫的力量啊 川普我们家川普啊 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军方力量 我们也说过美国的军方和川普 他是一伙的啊 他们是搞在一块的 而且这些年最爱美国军队的总统 非川普总统没数 你说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心里明白啊 就是这是美国军方的一次 致命的对中国的一次行动 跟拜登没有半点关系 按照正常的情况 拜登真的没有没有能力敢这么做 啊也他也不可能这么做 因为他太多的把柄 他的选举操控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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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贿赂 他的那个性丑闻 各种东西全在中共的手上 啊他敢弄是吧 他不敢弄是吧 他说了只要是美国有力 都跟中国谈 你到现在都没谈什么 谈不成啊 中国的这帮脑残呢 还跑过去还秀肌肉 杨洁篪那个脑残呢 还跑过去骂人家 美国的委国务卿 那你不是等于是本来 大家就在犹豫 你完了以后你一骂 那么所以你现在看到 关于中国的问题 基本上从即使从行政层面 而不是从军队的层面 伪总统走的都是拜川普的路线 你知道吗 一点都没有放松 所以有些很多 有很多东西没放松 比如说共产党员啊 不能去美国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放松 还是那样 比如说这个贸易 这个东西还还在加税呢 还没有没有减没有停呢 就是说杨洁篪去最大的一个诉求 就希望 立马把这个加的关税给减下来 然后两国的贸易开始搞起来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都是走的这个谁 川普的路线 所以你要么就是 伪总统这个人呢 懂事儿 知道自己玩不拽 中国的事情 要么就是还是川普总统在说了算 是吧 真实的局面其实是军方说了算 所以有些老是说我们说是谣言 说美国现在是一个军军管时代 说美国有一个什么一个一个军队 对美国的一个实际控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包括我们看到的国会的那些那些士兵 为什么住那么久呢 这都是说明军方在在控制美国 没理想那么简单 但我们也说过美国的军方 它是恪守一个原则 就是军人不干政 但是在军人军队自己管的这块 它是毫不犹豫的 包括这次这个定点清除 这七个中国实体 列入黑名单 前两天又放了一个新闻 你看到没有 也是吓死个人说美国有个超级无人机 现在就已经部署到关岛 随时半个小时之内 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 就可以飞到北京上 或直接砍掉这个什么包子迪的 这个臭不要脸的脑袋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这都是放出这样的消息 你想想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对对对伪总统多么不腻 是不是 伪总统日夜做梦 都担心习包子把他的丑事放出来 他敢搞这些事情干嘛 他不断的向习包子迪示好 这是卖个嘴巴乖 是吧 所以这些事情出现 伪总统是管不住的 那都是军队在干 军队直接告诉你 习包子迪我随时可以要你的脑袋 就这么简单 军队我告诉你 我立马定点清楚你的7家 所谓的超级计算中心 我让你嘚瑟 我让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你做梦吧 一点戏都没有 好玩吧 好玩 谢谢大家